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在15号公布了将于6月27号举办的第一场美国总统大选电视辩论的规则 包括两次广告休息、不使用道具以及除非被确认发言 否则两位总统候选人的麦克风将保持静音等 而美国前总统特朗普15号造访密歇根州底特律师 先在当地的一所教堂出席一场社区论坛 然后参加了由保守派组织的转折点行动举办的人民大会 特朗普在论坛上抨击拜登政府的高通账、犯罪猖獗及非法移民 他特别强调这些事情格外伤害到了美国黑人群体 特朗普在教堂的社区论坛上演讲以笼络黑人群体为主 表达了拜登在任期间黑人群体权益受到的影响和侵害 Millions of illegal aliens are pouring in and they're taking your jobs the black community is being hurt more by the illegal aliens 1617 million they're taking your jobs you were you're down six seven percent from where you were just three years ago with me the crime is most rampant right here and in african-american communities and more people see me and they say sir we want protection we want police to protect us we don't want to get robbed and mugged and beat up or killed because we want to walk across the street to buy a loaf of bread 特朗普还发誓要透过对墨西哥和其他地方制造的汽车征收关税 来振兴底特律当地的汽车工业 特朗普和拜登都将密歇根州定为必须要赢的州 特朗普暗示可能选择非裔共和党籍众议员唐纳兹为竞选搭档 以削弱少数族裔对拜登的支持 他的竞选团队也宣布成立非裔美国人支持特朗普联盟 并暗示非裔社区在共和党主政下取得里程碑式进步 但在拜登任内滑落 随后特朗普前往参加由保守派组织 转折点行动举办的人民大会 他在会上批评拜登对经济的处理方式 称这是通货膨胀噩梦以及指出能源价格飙升的问题 特朗普也承诺如果再次入驻白宫 将建造一个类似以色列铁穷的最先进导弹防御系统 同时将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由于此前一天特朗普刚刚生日 他的支持者们还在现场给他唱生日歌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复红卫视综合报道